大家好 我是冠生 剛剛自我介紹過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是自願分享 我想分享情緒轉換的優雅 為什麼說優雅這兩個字呢 其實我覺得情緒轉換 大家會常常聽到 你要怎麼樣轉換成快樂的人 大部分的人其實都會渴望來一個大徹大悟 或者所謂的放下指導力計程度 但其實是人是不需要這些 我個人是認為其實是有方法 其實是有方法可以 就是用一個很簡單很輕鬆的方式 就可以快速的轉換你的情緒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優雅的過程 我原先以為就是我只要得到什麼 譬如說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最大的目標就是拿書店獎 然後當我在當兵就是服役的時候 我最大的目標就是拿到我的退路令 我一直以為我只要拿到書店獎 或是我只要得到我的退路令 我就會很開心 而且我會開心很久很久 我覺得從此之後我就會解脫了 但是呢 其實我發現當我拿到書店獎 或是當我拿到我的退路令 我的確開心了 而且我可以開心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甚至一個月 但我發現好像問題沒有解決 因為生活的壓力還有一些負面的情緒 譬如說我覺得看你這個人很不爽 不會因為我拿到退路令 就會看你比較順 就是我發現這些負面的情緒 或一些負面的光感 其實都一直還是存在我的內心 這時候我就不禁思考了 就是說我為什麼得到了我想要 我認為我會快樂的東西 可是我還是如此的不快樂呢 所以說我就是用這幾年的時間 我做一個類似心靈探討的一個過程 那我是用比較科學的方法 因為我其實是學工程的 首先我從宗教跟科學面來看 達太朗娃說 幸福是來自於內心的平靜和自在 快樂是來自於內心的能量 而不是外在事物產生的 科學家說 快樂和悲傷感覺是神經衝動 所造成的腦中印象 這句話是台大教授莊榮輝教授主分享的 其實你看喔 無論是達太朗娃我說的 就是宗教方說的 或是科學方說的 因為我覺得有一個共通點 那個共通點很有趣 共通點就是說 你一切的快樂悲傷喜怒哀樂 都存在你的內心 而不是你的外在 其實外在事物是外在 可是它怎麼影響你 是你自己所決定的 我認為事情的本質沒有好壞 而是我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造成了我的正面或負面的情緒 我現在舉一個我很喜歡的例子 就是炸豬排 就是我想炸豬排 對很多人來講 應該就是哇真是太棒了 有幸福的感覺 所以才會有幸福豬排這個名詞產生 所以大家應該知道 幸福豬排或愛心豬排是什麼 可是其實炸豬排 可能對有些人大會覺得很棒 可是至於對我來說 因為我本身不喜歡吃油炸的東西 或是對一些感冒的人來說 大家應該有聽過 你感冒的時候 對炸豬排 你會覺得他很噁心 或者甚至對一些吃素的人來 他看到炸豬排 他會覺得是一個很糟糕的東西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你對這個東西 你喜歡或是你不喜歡 事實上跟炸豬排本身是無關的 炸豬排並沒有好或壞 而是我們每個人 腦中的意識或是潛意識 對這個事物的經驗 造成我們對他喜歡或是不喜歡 有這個一開始的發現以後 那我就想 那可不可以 就是減少外在事物的干擾 而成為自己的情緒或感覺的掌控者 因為我以前是一個非常脾氣 非常暴躁 而且就是臉都很臭的人 然後我那時候 我也嘗試過了比如說性教出家 那種說我沒有出家過啦 不過 對不過那時候我就是參加了 比如說佛教禪學社 就是一些禪學的打坐 或是印度的瑜伽式打坐 甚至我還去了教堂 但是我發現這些東西 其實是需要一點大策大悟 或是決心的 可是我發現我好像沒有這種東西 可是難道沒有這種東西 你就不會快樂嗎 所以說我就參考一些文獻 請教一些老師 我發現一套可以很簡單優雅 可以轉換你情緒的一個流程 而這個流程至今我還是受用無窮 首先 因為一開始我要處理這件事情 我要先定義什麼叫情緒 情緒 大家看這個 這個表戲是 就是朗達拜的一個記者 那他基本出叫力量 他對情緒所定義的 大家看到中間這有條線 這條線以上是正向情緒 這條線以下是負向情緒 那這個表我個人覺得 對我來講受用無窮 為什麼呢 就是你當你不知道 你現在是處於好情緒 壞情緒你就拿出這個表 比如說 我現在批評一個學長 那我批評他批評很開心 可是呢 其實我批評在這裡的 我是在散發出我的負面能量的 對 所以這時候批評他 我有一個復仇的快感 可是事實上他會對我未來造成 一個很不快的影響 然後 大家有看到脆弱的理念 就知道 一個Ryan Brown那個博士 他說了一句話 就是 我們沒辦法 只追求正面情緒 而不去注意負面情緒 因為人的內心其實一體的 當你捨棄了你負面情緒 證明你也失去了你的正面情緒 你捨棄了你所有的情感 所以說你要追求快樂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你對於負向情緒 你一定要面對它 避免承認它 甚至轉換它 這才是快樂的重邀條件 重邀條件其實就是 充分條件加必邀條件 這個解釋 其實有解釋跟沒解釋一樣 不過簡單來講 你如果要快樂 你就一定要有 處理負向情緒的能力 所以說 我根據一些文獻還有請教育老師 我整理出了這個步驟 第一個承認 第二個轉換 第三個進行 第四個感學 這四個方法可以有效的 讓你變成一個很快樂的人 第一個承認 我覺得這是最難的第一步 承認就是所謂 你要面對 並且承認自己的負面情緒 這個是很難的 因為 有一個學者說過 其實人一出生下來 我們人 就是照務主對我們的第一步 就是我們的預設值 就是我們會逃避自己的負面情緒 我們會逃避自己不喜歡的東西 這是照務主對我們的 一個天生的設定 可是事實上這個設定是可以被修改的 所以這是第一步 第一步是最難的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一定要先承認 然後下面我是用我的例子 就是我承認說 我對我未來找不到好的工作 我感到非常擔心 或者是我對之前 跟同學吵架 做我事情非常後悔 基本上一開始承認自己 負面情緒都會承認這一塊的 你很擔心 你很後悔 你很悲傷 或是你有憤怒 基本上你一定要先承認這一塊 你才有之後的一些轉化的一些動作 第二個轉換 轉換其實就是非常簡單 你可以把它想像這個鏡頭 你就是把這些負面的情緒 你剛剛擔心的東西 你把它轉到上面來 譬如說 最大的例子 我剛剛舉的例子 我擔心我未來找不到好的工作 我就先轉換一個命題 命題反正轉換一個說法 就是我對自己很有自信 而且可以找到好的工作 這個轉化非常重要 可是它並不是最重要 為什麼呢 大家可能差不多秘密 或是行李法則 或是一些肯定去練習的書 他們都只做到這一步就停止了 可是做到這一步 你知道嗎 你其實一個 你無法繼續的地方 就是 比如說我現在 我很想要我錢 我就跟自己說 我對於錢很快樂 我希望我得到錢 而且我覺得我一定會得到錢 可是你內心會懷疑 你會覺得說 可是我現在就很窮啊 而且我現在工作又很差 我怎麼得到錢 你內心的懷疑 就是你這一塊 會大到讓你無法思考這一塊 所以說一般的心理法則的書 通常都是講到轉換這個而已 可是事實上我個人 實際上做時間 發現這是不夠的 所以說還有下面兩個階段 一才是進行 把自己的東西 把正面思考想能進行事 其實是要說服自己 比如說 我不知道能否找到好工作 我跟自己講說 我有自信找到好工作 這是一個真相的命題 可是呢 這句話我其實不會相信 真的會讓我相信的 我要對自己說 我正在找到好工作的途中 或是 我正準備要找到好工作 或是 準備有好工作讓我去發現 你要把它轉成進行事 這對你內心來說 你才能說服自己 這是我的感覺 感覺就是 你要感覺到 你達到目標的美好 就是說 比如說你找到好工作 你會覺得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就從這個表 你會說我會感到很開心 我會覺得人家會羨慕我 我會感到非常的喜悅 非常滿足 然後大家都對我很好 這是第四個步鬥感覺 其實這是一個 我剛剛講的這四個步鬥 其實都在內心產生的 承認轉換進行感覺 這四個都是 內在的一個情緒轉換的方法 如同一開始講的 一些小確幸 比如說 跟朋友聊天 聚餐 看電影唱歌 或是當一種 這些東西的確可以給你 短暫的情緒 可是只有這些東西 是不夠的 因為這些短暫的情緒 很容易因為你一件小事情 或是因為時間關係 它快樂都沒了 不過如果你遇到這個思考的邏輯 就是你油內和油外 同時並行的時候 事實上你會發現 你每天都可以過得很快樂 然後這些四個步驟 當然我有分享給我的朋友 他們都變得比以前快樂 因為我希望這對大家 可能也有所幫助 好 謝謝大家 一份兒 可以 一份兒 你還可以 完全可以 你不在於是